党政焦点来看到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夫人李嘉芬 回国之后首个公开行程 原定在今天上午要帮自家士林北投的立委候选人汪志斌站台 不过临时缺席了 他由高雄市副市长李四川来带打 外界揣测恐怕是担心豪宅风波会失交 不过汪志斌澄清说 李嘉芬是因为发烧感冒才不客出席 韩家军在回军北上准备帮李嘉芬回国后 收场公开辅选行程热闹奏势 摊贩也早早到场卡位抢转韩流财 但活动开始前 嘉芬姐却临时说不来了 不来了喔 真的吗 我这一段我没看到 没关系啦 既来自责安自 于气难掩失望 不过李嘉芬找了神秘嘉宾来带打 高雄市副市长李四川一样能加分人气超旺 只不过李嘉芬突然缺席 难道是担心豪宅风波烧不停吗 因为他刚刚回国 所以呢他现在正在发烧感冒 那我们也不好 让他就是希望他能够多多休息 所以今天呢 嘉芬姐姐特别请我们副市长 来到这个现场 猫一重选身体亮红灯 但李嘉芬闺蜜高雄市观光局 主蜜高美兰 因为卷入韩国瑜夫妇豪宅争议 主动请辞 却被绿营议员批评是逃避监督 为罪前逃 高美兰紫密他辞职 原则上我们议会当然他会去做监督 但是说实在他所有发生的问题 都在这一个还没有担任事务的工作之前 但是议员也不是尊贵市政 说实在他也没有所谓的逃避的这一个责任 副市长出面帮忙还家 不只要当韩国瑜分身 更是超强助选员 就是要让主帅能够专心 全力冲刺选情 剪换刘俊台报道 州 百姓 亨议员 和亚议员